今天的市场呈现了一个普跌的格局,甚至出现了恐慌性的沙跌走势,让很多人又再次陷入迷茫,这很正常,这个位置我都说了。 阶段性的底部区域一定是伴随着反复的,所以反复的过程当中,也必然伴随着恐慌情绪的再次升起。 在这个过程当中,我们要做的是什么?要坚定自己执行合一的思路。 比如我前期说的科技股一样,科技股涨上去的时候,很多人都觉得好,可以追进去参与,但是科技股一旦跌下来的时候,你是否依然能够坚定这样的思路? 这就非常考验人了。我觉得今天的这种下跌,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,在考验大家对接下来行业的思考或者策略。 我前期也谈到了,越是下跌的时候越是可以大胆的去采取相对逢低布局的策略。 像今天这样的普跌,前期已经率先走出来的板块,科技板块。 它在下跌的过程当中,我发现其中是有暗流涌动的。 如果今天你有一定胆量的话,或者是你能做到执行合一的话,按照我们前期谈的思路就可以考虑适当的参与了。 你是否做到了?我相信大部分人都可能没做到,因为市场一跌大家都害怕了,所以冯迪西纳就成了继续观望。 假如明天一反弹,投资者就又着急了,都涨得多了又追进去,如此周而复式的行为,就是在追涨沙跌。 所以我的功点很明确,越是反押就越是逢低布局的阶段。 科技板块依然还有逢低布局的价值,因为前期它是率先爆发的,它不会那么快就卸菜的。 另外三个板块,刺新,超跌低价,还有文化传媒板块在反押的过程当中,我们也是要找到相关的优质个股,采取逢低布局的错月,越是反押,就越能让我们更加清晰,能认识到哪些个股,可能会成为接下来突围的品种。 哪些板块可能会成为接下来再次引领市场的板块了? 在这个过程当中,其实我们是能够感知到一些东西的,就是有按流涌动的这些板块很有可能成为下一阶段,继续引领市场的热点了。 所以我觉得四大板块依旧值得我们继续关注,继续布局。 那么面对这样的市场,我们有什么应对策略呢? 经过短期的下跌后,现阶段到了什么位置,后市具体如何演绎,以及此阶段具备什么样的特征,这些特征背后的本质又是什么? 值得大家深入了解,具体箱请请听视频。 Title 无活平财经八月深度投资策略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